他每杀一个人就能赚一千万美元 死在他手里的人非富极贵 就连雇主见他一面都要百般检查 毕竟像他这种极度危险的人不得不防 百分百确认安全后才让他过了安检 在一众保镖的带领下 才见到了真正的雇主 这里戒备森严确实很安全 雇主之所以会如此谨慎 是因为听说仇家雇佣了杀手想要杀他 说着他递给了杀手一张仇人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杀手恰巧认识 雇主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钱 杀手似乎一点也不在乎 自顾自地对着照片折来折去 很快就折成了一个尖尖的形状 没错他就是仇家找来的杀手 雇主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刺穿了喉咙 不仅发不出声音身体也无法动弹 这简直就是神仙的杀人手法 动作之快 就连监控室里的保安都没有察觉到异常 杀手名叫阿比 靠着精湛的杀人手法赚了很多钱 为了高效行动特意买了一架私人飞机 很快他又接到了新的单子 刺杀的目标是一个老大爷 阿比求之不得 因为两位人本来就有恩怨 这个老大爷可不是一般人 他叫弗兰克 现在已经退休 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 60岁的年龄 却找了一个30岁的甜心小宝贝 每天都过着情人节的日子 活得相当滋润 美中不足的是 有一个神经质的老搭档总缠着他 此人叫马文 也是个退休特工 他三天不杀人手就痒痒 最近他总感觉有人想要杀了自己 弗兰克没时间听这个老光棍胡扯 因为甜心小宝贝就够他忙活的 其实马文并不是在胡扯 英国情报局已经下达了追杀令 并找到了与弗兰克合作过的特工 米兰执行此次任务 米兰转头就联系上了弗兰克 他们毕竟一起出过生路过死 自然不想看着老朋友丢了老命 米兰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不止英国想要杀他 就连美国也雇佣了杀手 这个杀手弗兰克很熟悉 正是他的死对头阿比 弗兰克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明白当务之急 是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说 几个人绑架了一个高级军官 马文小致以情动至乙里 用真心感动了这个欠揍的军官 让他乖乖地开了口 原来三十年前 弗兰克和马文去过一次苏联 当时还处在冷战时期 他们带着一个天才物理学家去执行任务 他发明了一种新型核武器 取名叫龙奎 本来是英国和美国联手想要在苏联引爆他 可后来任务终止 从此物理学家变失踪 龙奎也不知去向 最近有人放出风声 说弗兰克和马文知道龙奎的下落 这就是英美两国想要灭口的原因 此时阿炳已经赶到了美国 自从有了四人飞机后 杀人的效率高了很多 他前几天就安排了手下监视弗兰克 期间还准备很多顺手的小文具 可这黑人小弟似乎不太聪明 弗兰克几人已经失踪了一个多小时 他都没有发现 后边的小秘书又说出了一个坏消息 他们的大飞机拍着翅膀飞走了 阿炳立马抢过电脑 打开飞机的监控 里边出现一个讽刺的大眼珠子 阿炳怒火忠心 立马让小弟准备一个火力强大的武器 他不是要证明自己了不起 而是想告诉别人 自己失去的东西一定能拿回来 飞机上几个人把香槟倒得满满当当 美滋滋地享用起来 这可是阿炳拼命赚回来的辛苦钱 他平时都是半杯半杯的喝 这架飞机更是他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才买下的 此时几人的目的地是要飞去法国巴林 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他们刚来到酒店就出现了好多彪形大汉 从中走出一个胸襟宽广的女人 见到此人后弗兰克立马双腿一紧 女人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扑上来就用舌头数了一下弗兰克的牙齿 女人只用了五成功力就让弗兰克眼前一黑 陷入了一段粉红色的回忆 迷糊了好一阵子才想起女友就站在自己的身后 连忙尴尬地介绍起女人的身份 原来女人是弗兰克的前女友 也是俄罗斯的女特工 她也在寻找龙奎的下落 几个人目标统一所以决定一起行动 龙奎的唯一线索只有一个戴好青蛙的情报贩子知道 这个人反侦察能力极强 只是和小女友对视了一眼就察觉出了危险 掏出匕首就扔了过来 幸亏弗兰克反应快 一招空手接白刃化解了危机 眼看青蛙抢过一辆摩托车就要跑 弗兰克却无能为力 这时前女友出现 直接扔过来一辆保时捷 我敢说要是没有滚过三年床单 肯定配合不了这么默契 随后他们开车追逐 为了不输给前女友 小女友开着一辆老头乐也紧随其后 可车上的老头怎么也乐不出来 他不怕杀手开车 就怕马路杀手开车 差点吓出了心脏病 没过多久 狡猾的青蛙钻进一条小巷里 弗兰克只能绕路堵截 此时小女友赶到 他的车销正好能钻进去 女友这次信心满满 觉得自己这一局能稳稳地胜过前女友 可下一秒就被稳稳地卡住 动弹不得 幸好弗兰克及时赶到撞飞了青蛙 在几个老特工的逼问下 青蛙交出了一把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里边有他们想要的内容 就在两个人去银行取资料的路上 突然一辆商务车拉开了车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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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强的火力就算丧尸也扛不住 何况两个老头呢 幸好马文有随身带手雷的好习惯 他们炸飞了汽车 阿炳有点懵 难道是自杀了 他连忙下车查看 掏出双枪随时做好收拾的准备 可走近一看他更懵了 原来两个人炸开了下水道后 从地下逃跑了 果然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这又给阿炳生动地上了一课 很快几个人就顺利地找到了银行里的秘密文件 原来天才物理学家被关进了英国的神经病院 特工米兰过来与他们会合 就这样西洋红特工队正式成立 几个老东西的首要任务 就是去找神经病院里的物理博士 这对两个特工来说并不难 很快就找到了博士 可他现在疯疯癫癫癫的 废话特别多 毕竟被关了30年 突然来了两个大活人有点兴奋可以理解 但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因为大批的英国特警已经赶到 米兰为了拖延时间他束手就擒 转眼间几个人又飞到了俄罗斯 难怪有钱人都买私人飞机 果然很方便 想飞哪里就飞哪里 原来龙奎被藏在了克林姆林宫的地下 这里可是莫斯科的心脏地带 也是总统府的所在地 经过博士的指引 他们在一间厕所内找到了当年的密道 很快博士就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了龙奎 博士对自己的作品很骄傲 就这么小的核武器可以轻松炸毁一座城市 里边的红色水银是他的独家配方 没有辐射但威力巨大 与此同时 米兰这边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自己的领导竟然要处死他 为了让他死得明白 领导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博士不是想保护龙奎 而是想引爆他 龙奎不知去向 所以只能将他囚禁起来 说完便给手下使了一个眼神 然后就离开了审讯室 米兰当务之急是要离开这里 尽快通知弗兰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此他自有办法 此时被蒙在鼓里的几个人 正在和博士庆祝他们的胜利 高喊着世界和平的口号 米兰终于联系上了弗兰克 说出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当弗兰克反应过来 已经为时已晚 博士已经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他在精神病院偷偷用医生的手机 在网上散播谣言 说弗兰克和马文知道龙奎的下落 就知道他们会找到青蛙这个情报贩子 然后就会就自己出来 说完就带走了龙奎 几人判定博士要去伦敦复仇 他们决定尽快赶去阻止 可在走的时候 弗兰克发现了异常 同时一把飞镖飞来 没错又是那个 想要夺回飞机的小朋友 无需废话直接开打 一个动作灵敏 一个经验老道 打得很是精彩 当弗兰克控制住局面后 说出了事件的严重性 一颗核弹就快要在伦敦引爆 一千一百万人口就要丧命 说完弗兰克将主动权交给了阿炳 他笃定阿炳会是非分明 因为他曾经也是一名国家特工 只不过被自己陷害丢了工作 无奈才做了一名杀手 平时也只是杀一些坏人 可见他的良知始终没有被敏灭 两个人兵事前嫌 从此就成了好兄弟 我们走 演唱 李宗盛 李宗盛 弗兰克几人赶到后已经为时已晚 龙奎已经开始倒计时 马文身为玩炸弹的老炮 也不敢轻易拆除龙奎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博士 幸好米兰在外边堵住了博士 可当他掏枪后 却被不知情的英国特工 当作恐怖奋斗 场面立马乱作一团 楼上几人也遭到了拦截 他们虽然勉强抵挡住了特工 可对方人数太多 只能一边打一边撤退 博士趁乱挟持了小女友 局势变得更加糟糕 几个人使出浑身解数 才稳定住了特工 可小女友还是被博士掳走了 还好阿兵反应迅速 找来一辆跑车 但米兰对韩国人开车 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你会开这只高档车吗 你会开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两人炫酷屌炸天的技术 终于甩掉了特工 可弗兰克这边就没那么幸运了 英国特工不按套路出牌 竟然打起了飞机 不仅打死了驾驶员 飞机也受损严重 不受控制的栽进附近的草坪上 幸好龙奎没有爆炸 两个人也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即便弗兰克赶到了机场 他也无能为力 博士用枪死死顶住女友的头 他只能乖乖听话 博士让弗兰克拿着龙奎带着女友下了飞机 自己则开着飞机逃走 几个人都清楚 现在做什么都是徒劳 以龙奎的威力 整个伦敦都要被夷为平地 就在几个人要接受现实的时候 得意洋洋的博士突然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声音 顺着声音来到一处储物箱 打开后发现龙奎的倒计时就快要结束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 天空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 要是没长八百的心眼还真当不了特工 众人也猜到了弗兰克的骚操作 他把龙奎偷偷地留在了飞机上 但只有一个人不太高兴 这就是什么事 当你尝尝世界 你不能把这些价格放在这些价格 你赔了我30米的航空 而20米的价格不准备你 你死了 老师 谢谢你 真的 你需要吗 是 这一件好事 我需要的 Frank 好 电影虽然很圆满 但现实很残酷 很多陪伴我们成长的动作影星 都过了花甲之路 也逐渐退出大荧幕 即使这些老家伙在出来拍动作影 很多年轻人也会嘲笑他们动作迟得难看 但我想说 英雄虽然终会老去 但是传奇永远不会落幕